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这个视频呢 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中视频计划 其实目前在现在这个阶段 尤其是自媒体平台发展的都比较成熟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如果说做自媒体 想在未来靠自媒体赚钱 那中视频呢是一定要去做的 因为单纯的来说 自媒体行业 不管我们是做内容也好 还是考虑后期的账号变现也好 包括做其他的各种形式等等 所有的这些形式去对比 中视频其实是最容易赚钱的一个方向 其他的这些方向呢 相对比来说 进入的门槛都非常高 包括有一些变现形式的门槛 其实呢是非常高的 中视频计划的出现 其实就是给了大多数的普通人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只要你有一个身份证 一个手机号 一张银行卡 就可以加入 通过平台当中发布视频 获取流量 就能获取收益 这个事儿啊 其实在之前遇到过一种情况 有的朋友呢 他不了解内容收益这件事 很多人一上来 做自媒体呢 就是为了变现 一上来就是要怎么变现 变现这个词 对于大多数自媒体人来说 其实是接触不到的 超过80%的自媒体创作者 其实呢 仅仅做的是内容 靠的流量收益 真正能够实现变现呢 是很少的一部分人 之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人 能够做到内容变现 原因呢 不是因为变现不好做 而是因为对于自媒体行业来说 变现的门槛 其实呢 比较高 很多人呢 都是想着变现 一个月赚几十万 一年赚个大几百万 大家考虑的都是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看问题 不能简单的 只看这些表面的噱头 如果有人告诉你 做自媒体一年能年录百万 或者是一个月 能赚个十万块钱 甚至几十万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非常表面的一些东西 只要大家没有深入的 接触过自媒体 所谓的赚钱这件事 所谓的高收入 其实呢 都是互动人的 因为这个是不存在的 当然有一些人做的比较好 人家的收益呢 非常高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大家刚加入自媒体这个行业 是绝对不可能 有这样的收益的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呢 大家不要只看 这个别人赚了多少钱 或者别人的账号 做的有多么好 人家一天能够有多少钱的收益 看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别人的收益呢 别人的钱永远不是给你的 你去看这些内容 对于大家来讲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误导大家 包括有很多人 其实就是这样的 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过 很多人他遇到问题 不去解决问题 只会想着收益太少了 或者是这个领域就不能做了 其他的领域 别人做的好 那么我就要换领域去做 做别人做的那些内容 换了领域之后呢 发现自己又做不好 过了两天又看到 其他的领域的内容 也有做的好的人 就感觉人家这个领域呢 能挣钱 又开始换来换去 搞到最后 没有一个能做好的 所以这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作为普通人 我们真的想靠 自媒体赚钱 在目前这个阶段 肯定不是以前的那种 短平快的小视频 或者是时常非常短的 那种视频形式的 一定是要进入中视频时代 中视频走到最后 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优质的内容本身 它的一个基础前提 就是内容时长 基本的时长 是要达到要求的 有了这一点之后 大家想赚钱 做一些最简单 最普通的内容 只要你能够符合 中视频计划的标准 就能够获得一个 比较基础的收益 我们之前呢 给大家聊过 一个月起码有5000块钱的收入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标准 只要你达到了 这样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之后 有一个正常流量 只需要大量的坚持 增加视频数量 这个就足够了 但是坚持这件事 我们上一期视频 也给大家说了 不要盲目坚持 一定是要选对方向 选对正确的模式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 大家盲目的坚持 就等于是在一个 错误的方向上坚持 它会让你的错误放大化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有的人坚持发200条视频 300条视频 甚至更多的视频数量 他也看不到任何的回报 因为本身来讲 做的这种形式 它是不可能做好的 它不符合平台的需求 也不符合用户的需求 在用户和平台 这两者的关系当中 我们哪怕能做好一个环节 也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我们讲 用户平台和创作者的关系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当然讲的比较早了 大家可以看看 早期的这些视频 如果大家做的视频内容 能够获得用户的喜欢 比如像我的这种账号 做的这些视频内容 其实大家比较喜欢看 大家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分享 来的都是一些精准用户 像这样的一些账号 即使我的账号行为不好 比如说更新问题 更新比较慢 间隔时间长 包括一些其他平台 不认可的一些行为等等的 所有的这些即使存在 但是只要有用户的认可 这个账号的整体数据 也是在不断的上涨的 它是一直往好的方向走的 另外一点 如果大家做不到用户喜欢 做到平台认可 平台需求的这些内容 也是可以慢慢往下做的 因为只要平台认可 即使你的内容没有精准的用户存在 你也可以自己通过时间的沉淀 数量的积累 来形成自己的一个专属的流量池 当然这个需要时间的磨练 它也是需要大量的视频内容 大量的这种内容标签 不断的去沉淀下去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你的视频本身 它肯定是能够让人看得下去的 中视频的一个基础的要求 就是视频的时长拉长之后 一定得让别人能看下去 如果说视频拉长到10分钟 拉长到20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这个视频别人都不愿意看完 看上去都没有意思 或者你讲的内容非常的空洞 乏味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视频拉长之后 肯定对用户的留存要求是更高的 这一点是大家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相关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于普通人来讲 咱们如果真的想靠自媒体去赚钱 或者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并且下了这样的决心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是在内容端你去做突出的 因为这条路走下去之后 能够让大家长期的稳定下来 做上很长时间之后 做上个三五年的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不仅收益在不断的上涨 流量不断稳定 而且这个事呢 它还能一直做下去 收益不会停 不会因为突然之间一两天不发视频 或者是有个事处理 断更了怎么样的 收益就断了 不会这样的 它会一直存在下去 也不会让你失业 所以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当中呢 这还是可以长期去做的 自媒体呢 绝对是属于一个 长期可以从事的这么一个行业 这是给大家大多数普通人的建议 当然有很多人 它的立足点很高 有些人呢 手高眼低 自己不愿意做 同时呢 还想赚很多的钱 其实这些呢 都是不切实际的 像这些朋友 建议大家的踏踏实实 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件事 不仅仅是局限于做自媒体 包括做其他的行业 同时其他行业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脚踏实地 任何的行业 只要你肯埋头苦干 付出时间和精力 沉淀个三五年的时间 都是能够赚到钱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到点 客人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贯转发 至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